主持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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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到的禁別地獄的眾生 有些是他們處的情況 是孤獨地獄 還有一種叫孤獨地獄 孤獨地獄的眾生 他們不見得是看不到的 有時候他們生存在 比方說植物當中 生存在土石當中 這種眾生 我們看得到的小蟲 他們也是所謂的孤獨地獄的眾生 在前面所講的地獄 都包括了八種寒地獄 八種冷地獄 八種熱地獄 以及靜變地獄 孤獨地獄等等 這些地獄的情況 我們應該要好好思維 我們去思維他的話 就會曉得 一般來說 惡鬼道的苦 是飢餓的苦 細分還可以講三種 細分還可以講三種 在氣這個健身眼裡 剛才有一次 他身眼裡 就五千步 剛剛衝衝 一點點的有意思 首先一個叫做外障惡鬼 外在障礙的意思 一般來說 惡鬼的形象 就是肚子非常的大 手腳非常的細小 在二階的境界當中 他雖然遠遠的會看到 有河流 有非常宜人的森林 或者是樹木 可是因為他業意顯現的緣故 當他靠近那個河流 或者是樹木的時候 河流自然就乾涸了 樹木也都哭掉 再來講到內障惡鬼 內在障礙 內障惡鬼 就是他的形象 跟剛剛所說的 一般惡鬼形象 是一樣的 肚子非常的大 腳非常的細小 然後因為業力顯現的緣故 他的喉嚨是如同 蒸一般非常的細 而且食物 根本沒辦法吞下去 食物到了口中 就燃起火焰 所以他非常的痛苦 這種痛苦叫做內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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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在日本的文化中 也是在日本的文化中 我曾經在日本的文化中 我曾經在日本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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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普遍而言 惡鬼都有的痛苦 就是剛剛所說的飢餓跟乾渴 他們當然身體是不是很舒服的 而且在很多年當中 根本沒辦法吃到食物 我們甚至不要去講說 真的接觸到食物或者是飲料 他連名字都聽不到 他都知道是飢餓的 飢餓是飢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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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來我們講到旁生動物 旁生動物呢 除了我們一般知道的情況之外 還分為在空中飛的鳥獸 以及在水中的水生動物 在海生動物 我們都很清楚 他的身體大又小 他們常常會互相啃吃 一個大的吃小的 一個吃一個 還有像海產的動物 他們往往會被人還神通活潑來吃 還有像我們一般看到的這些動物 除了被人類所奴役所利用之外 他們有的還會互相殘殺 普遍來講我們都可以看到動物他們的痛苦 再來就是 再來談到人類的痛苦 人類的苦基本上有三大苦 就是苦苦、壞苦跟辛苦 所謂的壞苦指的就是變化的苦 比方說我們今天看到有一個人 他白天還好好的過得非常的幸福快樂 到了晚上他就死亡了 這個變化是一種壞面 是一種變化性本身就是痛苦 所以是有一個人的痛苦 所以他只會有一個人的痛苦 但是就是這個人的痛苦 我們在當中有一個人的痛苦 所以他不可能有一個人的痛苦 他就沒有了 他就沒有了 他就沒了 他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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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種苦稱為行苦 行苦它的定義實際上就是差挪差挪壞滅性 它是指的比較細微的苦 難以察覺的苦 它根本而言一切有違法它都是有漏的 只要是屬於有違法的範圍 它必然就是屬於行苦的範圍 因為一切有違有漏之法 它都沒有恆常性都沒有穩定性 對任何的生命來講都免不了這一點 這個就叫做行苦 在進一步來講人的苦還有所謂的生命 是生老病死死大不留 我都會講了 我會講我自己的 我會講我去做行苦 我會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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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會講我 不同的眾生還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有個胎生 有個卵生 有個屍生 有個化生出生 以人來講是胎生動物 所以當我們要從母胎當中出生的時候 不管是產婦還是胎兒本身 兩個都有面臨死亡的可能性 這就是一種痛苦 就算我們經歷了深的痛苦之後 獲得了人的身軀 不過我們還是難以避免病的痛苦 因為我們會受到滴水火風四大種不協調的緣故 導致各式各樣的疾病而感到不舒服 剛才對面是三個有的 我們每年的時候 我心裡要親吻的 親吻的電影 我心裡要親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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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是老苦 就是衰老 衰老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都會經歷到 從你打娘胎出生以來 逐漸的成長 長大成人 之後呢 你會發現自己的 氣色變得差了 然後開始長白髮 牙齒開始鬆動 這些都是老化的征兆 在临终的那一刻,假设说王者本身是,或者临终者本身是, 有学习佛法的话,那当然透过佛法的帮助,他能够舒缓他死亡的痛苦,可是假设是这个人,他今生只忙于今生的种种琐事,而没有修行佛法的话,那他到临终时就会感到非常后悔万分,即便他的兄弟等亲人都怀恶在旁边,他仍然要独自面临死亡,那是极为痛苦的。 再来,还有一种苦,叫做爱别离苦,爱别离指的是自己非常亲近的至亲好友, 虽然我们跟他相处起来非常和睦,但是这种和睦的光景却是没有一定的,有一天可能会摆目成头,有一天可能会分离。 还有所谓的怨证慧苦,就是你不想遇到的那些敌人,仇家都碰到。 这个苦就发生在,你不想跟自己不太和睦的那些人,当你遇到他,就是仇人相见,内心就格外的难过。 还有所谓的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规划想要这个样子,想要那样子,心里面有很多的谋律,很多的计划, 最终却一无所成,这也会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再来是所谓的不遇领苦,就是你不想面对的事情都发生了,比方说你不想要身体感到不舒服,就偏偏就有。 你不需要的东西,就偏偏就来,像这种事情。 叫做什么吗? 你不需要的东西,就偏偏就来,像这种事情。 像这种事情都发生了,这种事情都发生了。 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什么意思,就是好解。 他說到 今年 人家碰到 罵他給予人 人家碰到 再來是 飛天的苦 飛天就是阿修羅道 在經典裡面有提到 阿修羅跟天神他們所居住的地方 中間有一個界線 可是這個界線的一側是阿修羅住的地方 這邊有一棵蘆藝樹 他能夠滿一切的願望 他的根長在阿修羅這一邊 可是他的枝葉果實 全部長在三三天這邊 因此 出自於嫉妒 阿修羅跟天神常常會戰爭 所以 阿修羅到 眾生就受到嫉妒之苦 再來是 天神 他有死亡 墮落的痛苦 對於 真是真的倍古 這些人反而 相當地亦都沒有去世 四川的公傳指定 在阿修羅道 所以 美國的事情 就違反了 他很нд呢 為甚麼 這些警察 第一天 要求不來 他們都沒有去世 我當地又沒有去世 有些人 被人知道 以前 他們都沒去世 他們都是在世 所謂天神死亡的痛苦是說一般來說天道的眾生 這些天人們他們的壽命都非常的長 不過呢他們極為患散不思善法 所以虛度了這一身 但是又因為他有一些有漏的神通的緣故 他在死亡前七天 他可以知道自己將在七天之內死亡 那時候呢即將死亡的種種徵兆 會帶給他極大的痛苦 那當然 因為他們的革命都沒有人心的一個阿嬤 那在那天你跟他們所缺乏的那天 他們的太愛情都永遠缺乏的那些事 無論如何我們應該要了解到 凡是身在六道的任何一個處所 他的本質都無非是痛苦的 因此呢我們應該要歷歷休息佛法 如果我們能夠仔細的一一考量六道永留心眾生 各別的種種痛苦的話 他一方面他可以培養 他培持非常大的善以及非常大的福德 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輪迴過患或輪迴痛苦的第三個轉型的內容 第四個叫做業力因果 事經論師他曾經講過有夜深世間有這句話 一般來說我們會說 一般來說我們會說 下一步 一步 這個 感谢观看